大家好啊 我是阿贝 手游塔坊 他来了 本期阿贝和水友们 在手游里面玩塔坊大战 地点位于沙漠地图 圣马丁的一条公路 祖兰坊负责在道路的两侧 使用投掷物攻击敌人 而冲塔坊的兄弟们 勇往直前 争取活着跑到终点 他们是不可以用投掷物 攻击阻挠方的 这局 我 阿贝 很荣幸啊 能够加入到 为数不多的阻挠方阵营 哎呀 我猜这时候但没有人说了 阿贝必输 恭喜冲塔坊获胜之类的话了 不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冲塔坊要挑战他们自己 我们阻挠方呢 是充当他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能扛过手雷和燃烧瓶的洗礼 还能活着到达终点的冲塔坊选手 那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强者 一定可以像我一样 走上人生巅峰 变成高富帅 赢取白富美 升官发财 不好意思 偏提了 经过长途的八岁呢 终于到达了圣马丁 让我们看一下冲塔坊集合的怎么样 冲塔坊也集合的差不多了 比赛即将开始 冲塔坊的兄弟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哇 这烟雾大的 冲塔坊的兄弟不会全捡了烟雾弹吧 看来只能忙丢了 感觉更加刺激了 所以爆炸声不断 这场景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啊 顺宝雷 炸倒一个 nice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的视角 证明冲塔坊在丢烟雾弹 很聪明嘛 被炸到了 证明冲塔坊被炸到了 原地趴下打腰 你真的敢原地趴下打腰 这就是轻视我们阻挡方火力覆盖的下场了 大家好 我来感受一下火力覆盖区最猛的区域 一开局 直接送冲塔坊十个手雷大力包 这谁顶得住啊 如果说队友的十雷大力包让我感到恐惧 那证明阻挠方残忍的手段 好家伙 我要是冲塔坊 我直接投降了 直接拿熟练的丝滑扔出十四颗手雷 扔完手雷还要接着加餐 扔燃烧瓶 啊 给白了 不过没关系的嘛 丝毫不影响他攻击的呀 从OB视角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大部分烟雾 阻挡住了阻挡方的视线 但马路就这么窄 炸到的概念是很大的呀 顺便冲塔坊一无反顾的向前冲 牛屁啊 还真给他到终点了 冲塔坊已全部出发完毕 让我们恭喜这些成功到达终点的冲塔坊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小白的游戏师 感谢参与本场自定义的所有们 如果觉得看得有意思 不妨点个赞 天的温度支持下杯吧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评论区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